好累喔 幾點了 11點多了 為什麼這麼晚還在外面遊蕩 因為我錄影都要現在非常的晚 而且我肚子超餓 我都沒吃東西 講到宵夜呢 在台北這個夜生活 非常豐富的地方 宵夜選擇非常多 像是青桌小菜啊 就有好多間 還有我們之前節目 介紹過的砂鍋粥 那今天呢 我要帶大家去吃一間 很好吃的麵店 而且開24小時 觀眾朋友啊 你沒有聽錯 Ruby要介紹的就是這個 未在遼寧街的麵店 24小時營業 是夜貓族的最愛喔 越玩身越好呢 林大哥 我們特別幫你準備這個麥克風 就符合你們這個特別的店 不會 我說Ruby啊 你也比較正確耶 人家大哥 可是幫你準備了豐盛的宵夜呢 今天為什麼你給我上這麼多碗麵 我吃不完耶 不會啦 這一點點而已 不會 那你們了解我 如果是以前的話我吃得完 可是現在我越是小鳥味 因為越來越瘦了 對啊 不會啦 這都是小碗的啊 是小碗的嗎 好啊 對啊 好 那我今天就來吃吃看好了 就把它吃光光 好 像這個啊 黑黑的這個是什麼 這是純黑芝麻 很香 這個黑芝麻是很細的 這是搭配我們自己煮的醬油 來吃吃看 老闆不好意思麻煩我拿一下喔 我知道黑芝麻好像對身體滿好的 對 吃這個黑芝麻對頭我會很會黑 會黑亮是不是 對 所以像我這個髮色你覺得 我大概吃了幾碗會變黑 我問倒你了是不是 不好意思 Ruby你就別再鬧大哥了 這黑芝麻麵的味道特別濃郁 吃起來不膩 麵條Q彈 是越吃越順口 至於馬祖的特色魚麵 在這裡也吃得到喔 而且是改良過的呢 我們自己研發的 那這也是魚漿做的嗎 對 那個是魚漿做的 而且那個味道沒那麼重 對 它味道不會說很新 而且你們魚丸也好Q喔 魚漿做成的麵條 加上柴魚片 海帶絲跟魚丸 感覺到滿滿的海味 當然也更營養囉 大哥還推薦店裡高人氣的 炸麻麵 炸醬的鹹甜跟麻醬的香 兩者混合 讓人一口接上一口 配上一碗綜合湯 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所以說吃麵來這裡就對了